Hello 你們好 不如我們先跟Sonya 聊聊 看到桌面的材料很豐富 是不是就是你今晚的晚餐 是啊,其實我今晚也準備了一個 全數的火鍋 希望疫情吃得開心 以及可以保持健康 湯底我用了冬瓜和豬骨去煮 然後也有水果 還有少許的魔護絲 魔護絲 還有不同的蔬果 準備很充足 Sally 覺得全數的可以嗎? 是不是有蛋白質的?有豆腐 有腐竹之類的? 是啊,也有腐竹 還有少許的... 這是響鈴 這是炸的 有腐竹 很容易的 你是想要減重的 是不是? 是啊 你減重響鈴就不要吃了 響鈴是家人的 家人的 如果下次的湯底 不要用豬骨 可以用瘦肉 或者直接不要放肉 或者放蔬菜 你可以減低油脂 對 對 很均衡 你的澱粉質可以在粟米裡拿到 對 哦 很多抗氧化營養素 我看到很色彩 對 對 但是我覺得最色彩的 連後面那一束花也很色彩 對 紅藍色 黃色 誰送給你 很羨慕 不是 我本身真的很喜歡花 所以定期也會買一些花在家裡裝飾 哦 對 我也覺得快點回家 都會醒醒一點 Sony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Sally 我也有 例如 如果今晚說吃全素 我會不會說 例如吃一點紅肉 或者雞肉 或者豬肉 去補回 有些失去的維他命C 會好一點 更健康一點 如果你可以加一些其他的肉類 鐵質 那方面 鐵質 補血的鐵質 就會相對豐富一點 而且肉類裡面也有豐富的新質 新質 也是對我們免疫系統十分重要的一個營養素 一個鐵質 新質 蛋白質 這三樣東西 維持一個健康的免疫力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大家更加要注意 注意這一點 好 謝謝Sally 謝謝 好我跟Sally又聊聊天 Hello Sally Hello Helan就很簡直 不知道你和他 是不是都一樣這麼簡直 你準備了什麼 我簡單一點 我準備了 有三文魚 有炸雞蛋 還有有西蘭花 等等 我發現 三文魚西蘭花和雞蛋 是我們街裡的熱門食材 是 哈哈哈 你覺得這個配搭OK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可以的話 我也是那一句 加一點點食量的 澱粉質的食物 如果可以 例如 加一些糙米 泥物 全麥意粉 蕭麥麵 都可以的 不然 飯後再加一個水果 蛋白質可以 纖維也很好 但是 也是那一句 我看到每個人都是吃來吃的 那幾個食材的時候 是時候要大家 留意一下 喂 我們那些豬肉去了哪裡 牛肉 沒有人煮的 好像這樣 因為我敏感 所以不能吃那麼多 OK 我明白 敏感就沒辦法 自己知道哪些食物是敏感 應該吃不應該吃 但是 我覺得其他街裡 都是要想想 除了這些之外 是時候要想想 多元化一點點 OK 我想你不是餐餐吃西蘭花的 我不是 不是 這麼巧 大家今天拿出來的 都是西蘭花 我猜是西蘭花 它上碟是比較漂亮的 否則菜都搭起來 可能他們覺得 我們砌了形狀 我有心思 包住了雞蛋 芝士 你有什麼問題 想問Sally 我有一個問題 想問Sally 就是因為我們平時 我們有很多機會 要上鏡 可能經期前 臉會特別腫脹 可能這些雙下巴位 還有眼位 都會很腫 除了 可能平時說的 去濕的湯水之外 有沒有什麼 疏過 可以更加去水腫 或者吃完之後 臉會感激一點 OK 其實 來經期前 那個時間 會容易水腫 或者人們浮腫 就是賀爾蒙的因素的影響 這樣 在飲食上 除了可以盡量做 就是吃東西沒有那麼鹹 之外 你的甲質 豐富的食物 都會頂有助 幫助你去一去多餘的水分 你剛才的湯水 湯水通常有豆 有些蔬菜 或者這些食物 都是一些甲質豐富的食物 所以那些湯水 也可能會幫助你去水腫 也有些 其實大部分的生果蔬菜 甲質都是高的 都是豐富的 所以一些雜菜湯 那些也是甲質很豐富 很多生果都是甲膏的 特別例如香蕉 奇異果 甚至乎 你五谷類那裡不吃米飯 例如吃薯仔番薯 他們的甲質都是很豐富的 你也可以用薯仔番薯 來代替你的飯類 去代替你那個澱粉質 所以未必餐餐一定要吃飯 我有個問題很想問 就是 Sony 請問你後面那位朋友 是哪位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看到她吃飯 吃飯吃了很多次 我想關心一下 我妹妹很肚餓 所以我說 好像拍不到我 就叫她先吃 我其實都言到 Hello Sony 妹妹你好 都很可愛 對 她想到18歲之後就會參選 她想到18歲之後就會參選 我還未到18歲 是15歲 哇很清楚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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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尷尬 怎麼稱呼她 妹妹 你叫什麼名字 吳鬥營 Janice 你好 你好 Janice 證明你這個晚餐應該是又有營養又吸引 妹妹也忍不住肚子 要開始吃 對 所以今晚是跟家人吃飯 對 今晚也是跟家人吃飯 畫得這麼豐富 這麼大碟 家人準備 等著一起吃 好 好的 希望今晚你和家人吃得開心一點 還有可以吃營養的問題 都得到Selly的解答 因為我看到你妹妹已經急不及待了很多東西 所以她吃飯了 我們可以去這個網民提問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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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網民會有些問題 我怕網民會對妹妹都非常有興趣 問很多關於妹妹的東西 我們都稱讚Selly的妹妹很可愛 很可愛 三年後問到她 好啊好啊 另外也有一些問題 我也覺得很適合問的 就是 講到去水種 有些網民就問 Fried Lee 傻啡對於水種是否可以呢 某個程度上也有幫助的 因為都是會比較 就是 你飲水 第一件事 你飲水 其實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你是會排出來的 小便的 另外 咖啡也會 有輕微離尿的功效 所以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當然不會喝太多 怕會影響睡眠質素 咖啡因太大 太豐富了 還有一位朋友 Jemmy 就是問 減肥 她就會自己的上圍馬上瘦下來 到底補充些什麼呢 就可以做到瘦得生泥而過 上圍有豐滿 這個都是我自己很想問的問題 雖然我上圍也不是很豐滿 其實真的沒有啊 剛才也解釋了 真的一個正常的 你第一件事 你減肥 你是沒有保證你減肥 身體是會平均地瘦的 是不是 那 你 當然可能你 那個 正如我講的女士 尤其是女士的胸部 因為她的脂肪是比重比較高的 所以你瘦了下來 你那個 無可避免 是很難無可避免的 很難說保證你 只是瘦在腰不瘦在胸 是 哦 明白 好 然後呢 我們另一組的 你都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時間 現在請你出來先 分別就是侯家欣 Michelle 和何曼山 Rosann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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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Hello 和Michelle聊聊天 Hello 瑩瑩 什麼呢 我很想知道 Sorry 聽不到不好意思 我今晚的晚餐會是 可不可以分享給我們 我今晚的晚餐是 椰菜花 和南瓜 還有一個 橙 That's it 就是這麼多 是啦 是啦 水果南瓜 和椰菜花 嗯 是啦 還有橙 嗯 OK 你的胸田是什麼 今晚蛋白質 嗯 沒有 沒有 是啦 是啦 我們要是時候要加上 椰菜花 好 可以的話 加上一些 蛋白質的食物 這樣就會 完善一點 是呀 好 澱粉汁好像不見有 它有南瓜和水果 都有一些澱粉 在裡面 你覺得足不足夠 都 如果 如果 就是 那個量 我覺得OK 因為你的南瓜 不惹少 剛才很大碟 都可以的 這裡是不是有半個南瓜 我想四分之一 OK 我覺得澱粉質也不算差 只不過就是 沒有了蛋白質 我剛才都不停重複 就是蛋白質 最好就是平均分佈在你們的早餐 午餐和晚餐 去到這樣去給你身體 你才可以保持肌肉量 知道嗎 明白 要平均 要平均 那大家 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其實 我雖然體重看下去是輕的 但其實我的腿和手臂是有點粗的 我覺得 想吃東西改善 就是身材 手臂和腿 想改善一下 做運動 真的要做運動 是啊 吃那裡已經不能再咳 你 反過來我要你吃多一點東西 我怕你營養不夠 然後 也都擔心你們這樣的節食方法 減得過度 營養不均衡 影響到皮膚健康 頭髮掉 甚至乎 是擔心你們 影響身體一些的機能 例如會貧血 也都怕你們減到一會兒 會不會荷爾蒙失調 有些女士可能減肥減得過度 驚奇是會亂的 甚至乎停經 所以大家 尤其是女士 真的要很留意這些 明白 謝謝 很恐怖 所以最重要的是均衡飲食 不如看看 Ross 你今晚的晚餐 又夠不夠營養均衡 Hello 大家好 那我今晚晚餐 其實 跟很多街頭都差不多 西蘭花 也是 西蘭花 魚 還有兩隻蛋 真的差不多 哈哈哈哈 差不多是一樣的 哈哈 有條魚不同了 是 這條魚 這個是鯊魚來的 對 這個鯊魚不是三文魚 是鯊魚來的 我新鮮買回來煎的 因為今早 我通常早上和中午才會吃澱粉質 因為我以前也試過減澱粉質 減肥 我覺得整個人會很抑鬱 所以這個減肥方法 我是自己也不建議的 所以我通常選擇 早上和中午時間會吃 例如蕃薯 糙 糙米飯 那些 但是晚上我就盡量不吃澱粉質 因為早上和 因為日後的工作量比較大 然後 我本身有水腫問題 所以我今晚都特意煲了一些二米水 就是拿一半的生意米 一半的熟二米來煲 一會兒也會喝 是 OK 十分好 起碼你早上又吃了 還有說到水腫的問題 那你也有少許的幫助 還有你吃的菜 也有豐富的鴿質 還有記得女士們 除了這件事之外 要記得做運動 做運動呢 你改善你的血液循環 還有就是做運動 你會出汗 出汗也幫助你們去一去 水腫的情況 還有排毒 我們經常說要排毒兩個字 其實就是 你排毒就是要經過小便 大便 還有你的汗液 那三個主要這三大的途徑 去把你的毒數排出來 知道嗎 所以一定要是 我經常說一定要是有入有出 就是吃得柯德 那要吃多些水果才行 因為有網民很想知道 到底 洛杉河曼山平時喜歡吃什麼水果呢? 我是很喜歡吃藍莓 蘋果 因為有蘋果醫生遠離我 所以我很喜歡吃蘋果 那藍莓是護目 因為我本身是有近視的 所以吃藍莓保護眼睛 嗯 都好 因為這麼巧我也在吃藍莓 我看到 你這隻很甜 這隻很甜 這隻很大粒 和你一樣都是去街市店 買菜 最新鮮的 嗯 那你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Sally呢? 有啊 因為我也一直看著我們的直播 我知道有佳麗問了湯水的問題 那我就其實不想煩到媽媽幫我 特別煮什麼湯水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什麼 比如沖什麼水 例如紅棗水 那些會不會有幫助呢? 或者應該加些什麼食材 焗一焗就可以喝 但是你是有什麼意義? 你想達到什麼呢? 因為我本身比較缺貼 好 還有水種也很厲害 好 水種我剛才說了 除了鹹食 吃少一點鹹食 吃多一點鹹食豐富的食物 喝足夠的水 做運動 水種 鐵質那裡 就 紅棗是有適量的鐵質 是幫助補血的 但是你記得 焗完那些紅棗水 除了喝那些水之外 就是要吃那些紅棗 吃那顆紅棗 你才可以拿到最完整的營養素 但是如果你說 鐵質來說 有分植物性和動物性 動物性的鐵質來自動物的那些 它們的吸收率 就會軟勝於你吃鐵質那方面的 植物性的鐵質 就是你吃肉的吸收 鐵質的吸收能力 是比吃紅棗的好 但是如果你說 有些人本身吃素的 他不吃肉的 素食裡面也有鐵質 餐後就要吃生果 維他命C 去幫助鐵質的吸收 OK 而且吃東西的時候 正餐就不要喝茶 咖啡了 因為這些東西也會有 一些物質 會阻礙你 阻礙你鐵質的吸收 所以 尤其是吃素的人 吃飯就不要喝茶 這些情況 OK Gryan和Michelle 還有什麼問題想問Sally 我也想問一下 女生來驚奇的時候 可能就是 人比較容易腫脹 可能這一方面 有沒有方法解決 第一件事 正如我剛才說 就是你驚奇其他水種 就是受到你荷爾蒙的轉變 影響到的 那麼這件事 荷爾蒙我們就改變不了 對吧 但是你說想去水種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很多 就是很多次 就是盡量吃少些咸的東西 吃多些生果蔬菜 這些甲質重的東西 去幫你減輕 就是 去回多餘的水分 那 另外就是 記得喝足夠的水 就不要怕了水種 而不喝水 知道嗎 所以大家看到Live這裡 最好 網民一起去喝水就最好了 我開始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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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到底吃或者喝什麼可以幫助改善這個情況呢? 很慘啊 這些睡覺的事情,其實未必完全是跟營養有關的 有時候你紮醒是很多因素 可能是精神壓力,各方面 你說營養方面,盡量想睡得好一點 就是臨睡前不要吃太重的食物 例如吃一個很重的宵夜 另外也不要喝酒 因為酒精是會阻礙睡眠的質素 有些人還以為喝酒放鬆自己才睡得好 那是不對的吧? 其實反過來,酒精是有些研究看到 是擾亂睡眠的循環 令你深層睡眠的情況可能會減少 反過來,你可能第二天就會更加累 而且喝酒也會容易令身體脫水的情況 因為酒精是離療的 反過來就是你喝完酒之後 那一晚其實你是起床多夜療的 但是如果有網民問到失眠是怎樣算好呢? 失眠也是有很多因素影響到失眠的 可能是跟情緒那方面,壓力那方面影響到 那些當然是要情緒或者壓力的管理那方面 如果不是,飲食其實真的要均衡性 因為如果你飲食缺少了某些營養素 也會影響你血清素的製造 或者影響到你身體,例如褪黑激素 有些營養是例如色胺酸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讀書,讀過色胺酸 色胺酸可以來自雞肉 或者蛋白質豐富的食物 那麼你色胺酸不夠也可能影響到你那個人的情緒 因為色胺酸就是進入大腦之後 會轉化成做這個血清素和褪黑激素 是幫助你誘發睡意的兩種物質 所以你飲食是要均衡性的 基本上,還有不要看太多手機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這個我整天還不怪得知 不如問另外一組的佳麗 他們分別就是羅雪妍和陳真兒 他們的飲食和營養方面有什麼心得 可以分享給我們聽 Hello Yuki, Hello Selena Hello 先看看,大家有沒有準備到你們 你們有些晚餐的想法 不如羅雪妍和Yuki你先說吧 好,Hello 大家好 我的晚餐呢 因為其實我習慣都是澱粉 早上和午餐吃的 所以又不太餓的話 晚上就不會加澱粉 那我就準備了一個去皮的雞扒 那今天的菜就是灑菜心 然後還有一個泡水果就是橙 OK OK,非常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不同的菜心 對 我也以為看了這麼多的菜 你經常出現雞蛋和西蘭花 你以為約在一起買菜 對 我覺得OK 真的 對 它的澱粉質主要是下午和早上吃 晚上吃一點點 但也有一個水果 也有適量的炭水化合物給它 我覺得OK 沒有問題 我聽到Yuki是選了雞扒 大去皮 嗯 其實雞肉的部位 例如有雞胸、雞扒、雞鼻 會不會有什麼在營養上大分別呢 其實你當然 如果很仔細去看裡面的脂肪比例 當然有一點點的分別 雞胸當然是最瘦 但反過來 如果是鐵質的話 反過來是雞腿的位置 它的鐵質是豐富於雞胸的 對 但是如果你說在減肥的角度 因為始終它們的脂肪比例 不會差很遠很遠很遠 差天拱地那隻 只要你吃雞 去掉雞皮吃 去掉肥膏吃 其實已經是很OK的 我覺得 好啊 那Yuki有沒有什麼問題 又想問Sally 呢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喝老火湯 你們知道老火湯一定要拿很多豬骨 豬肉去咬 所以其實我覺得一碗卡路利 都是比較高 那有沒有湯呢 就是沒有那麼肥 但是又適合我們這些 很喜歡喝湯的女生呢 如果你不用豬骨 你可以用瘦肉豬展去煲湯 或者你雞一定是要去皮的 這樣 不然可以考慮一些海產類的東西 有些人會用響羅 有些人會用再名貴一些 例如花膠 鮑魚 這些 那些就會相對 脂肪那些 真的大大少很多 或者甚至乎有時候 未必每天都需要下肉 你可能只是一些菜湯 那些都是一個好選擇 你下菜 其實就不會有很多的油脂 在裡面 例如拿菜湯 雜菜湯 另外我也想問Yuki 有些問題 有網民呢 就覺得你好像沒有洗頭 那時候呢 就比較有這個凌亂自然 是不是因為在家裡 所以我覺得會比較隨便 還是其實這個 因為我剛剛呢 今早呢 等一下 嗯 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燈光問題 因為我今早呢 就整完頭髮 然後就趕趕趕趕趕回來做Live 所以呢 可能呢 頭髮沒有整理好 我就見大家 不要緊 我覺得都是一個 自然美麗的嘛 但其中一個東西更加漂亮 後面呢 背後就有很多figure 有些卡通人物的模型擺設 很好奇啊 我們都 因為 我同學弟弟都很喜歡看漫畫的 但他就比較喜歡收集figure 那這些都是他的收藏 哦 還有一些魚 也挺有的 就是這個 生活品味啊 那你自己會不會還有什麼問題 想問Sally 另外呢 因為最近很輕生 和飲食的減肥方法 是 但是我自己很久之前 很小幾年前試過一個月的 但是我發現呢 一個月之後我吃了澱粉 可能一天就重回5磅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呢 生酮的減肥方法呢 你們是把澱粉質推到很低很低很低 就是連水果都不能吃太多 不能吃多的 那你當你減肥的時候呢 頭一層是減了很多的一些糖原和水分 那所以你的磅數是會下得快 比一般傳統的一些減肥的方式 那當你吃回澱粉質的時候呢 你就會把水分回來了 那所以 那為什麼那個磅數可以回升得這麼快 就是這樣的一個道理 因為你如果只是脂肪的話 一磅的脂肪是需要3500個卡路里 你不可能一天是加5磅的脂肪 在那裡不知道幾多 幾多萬 千跟著就萬 不可能你一下子吃到那麼多卡路里的 那所以那些磅數的這麼大的上落 一天是幾磅的上落 就一定是水分的上落 是啊 那所以我也覺得 怎麼說呢 心酮飲食呢 起初你可能 有些人起初會感覺到有些不適的 可能是有頭痛啊 頭暈啊 有些好像血糖低的狀態 那可能某個位去到 就是過了幾天一個星期後 你可能去到一個適應的期間的時候 那可能都未必有這些情況再出現 那但是 長遠來說 可能你那些生酮飲食法 會令到你可能會有口氣 就是會口臭啊 或者便秘的情況啊 嗯 或者個人覺得 就是 就是 不太猛疹 因為有些人是 例如剛才有個佳奈器不能摸的那個 那他就會 很容易會暈 這樣的情況 同水也有影響 那希望呢 就是我們看看Selena的食物呢 都是應該會健康和均衡營養一些的 那不知道Selena準備了些什麼 晚餐給我們看呢 Hello 那今天我準備了一個晚餐 就是剛才有個魚 那我通常都會吃一些 低脂的少少的魚 然後再配一個泥蜜 這樣代替飯 然後再加一個沙律 就是 這個好像馬來西亞印尼的沙律 這樣 再配一個醬 這個沙律 那是沙律 那是那些 例如Selena 或者純粹一些菜的沙律 我記得那些豆腹的材料 是呀 就是它有青瓜 豆角 椰菜 芽菜 還有豆腹 再配一個醬 是一個沙啤醬 自製的沙啤醬 有花生 還有薑 還有蔥 加上清水 所以都不會太肥 有很多特別的晚餐生 這是印尼風的東西 那你怎麼看呢 你怎麼看呢 喂 我覺得呢 第一件事就是 豆腹是炸的 油炸的 那所以 是不是豆腹來的 是 是 油炸的豆腹 豆腹是油炸的 所以如果你想注重體重 豆腹那些 就不宜吃得太多 反過來 可能把它改成一些 硬豆腐 或者 那些 叫做 豆腐 那些叫做 白葉 有些白葉 我們攪拌也不會攪拌 是的 是這個 豆腹那樣 還有 你是想 有沒有什麼 想 achieve 你是想增肌 還是怎樣 有的 是 我是想增肌 再加減體脂 這樣 但是 我現在就 我已經剪掉 這個卡 一個禮拜了 就是把白飯 轉了成為蜜 那我就覺得 這是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因為我知道 增肌也需要 攪取足夠的熱量 是啊 沒錯 Selena 還要做 是的 這些都比較 鬆 就是比較 怎麼說呢 就是不硬 其實不硬 其實不硬 是反過來想 應該要增加你的肌肉量 對於一路減肌 其實你們覺得 可能 有時候 你們量度的磅 它有脂肪比例 可能你的脂肪比例高 你覺得高 其實可能你的肌肉量不夠 不代表你的脂肪本身是爆破 因為那個百分比是相對的 就是 對 所以你不要 每次只看出 我的肌肉量這麼高 會不會是我要 拼命減肌 其實可能你本身脂肪不是多 但是因為你肌肉量少 所以把整體的體肌比例拉高了 反過來 我和影子看下去 都覺得你已經沒有很多脂肪 再減下去的時候 我也都 覺得你是要專注一下 肌肉的鍛鍊那方面 因為你有時候摸下去 覺得肌肉不夠實 其實是你要做一些局部的肌肉鍛鍊 去收回線條 令到肌肉強化 你就會自然覺得肌肉 當然你的線食裡面 一定要有足夠的蛋白質去配合 也有一點點的澱粉質 也很重要的 澱粉質 你不是沒有的 你那個泥脈 也是一些澱粉質 也是健康的五谷類 給你澱粉質 為了給你維他命B 維他命B 所以 我覺得你今晚整體的混合 反過來 可能 如果你 反過來想想這一碟菜 會不會把蛋白質 改為一些比較健康的蛋白質 還有 都是那一句 看看分別 當然 我想你不是日式吃這碗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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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專注的蛋白質 可不可以把它 轉成一些非油炸的蛋白質 類 好 明白了 謝謝 Celena 謝謝 我們又去到網問提問時間 因為很多問題接種而來 看到我們的佳麗女生 又白 又滑 所以有人問 到底有什麼方法 可以令皮膚美白 還有去斑的呢 你問我 是不是 美白去斑 美白去斑 其實 盡量要做足防曬 這是第一個動作 另外 就是 維他命C 很多抗氧化元素 都是對皮膚好 例如 作個比喻 番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番茄 裡面有很豐富的茄紅素 都是抗氧化元素 其實也是幫助提升到你本身的皮膚自我防曬的能力 但是 維他紅素 好像是需要特別處理 特別發揮到的功效 是的 就是維他紅素 最好就是把番茄煮過去 再加一點健康的油脂 可能你煮番茄的過程 加幾滴腩油 或者你番茄配合一些 例如牛油果 果仁之類 你會拿到一些健康的油脂 幫助她去吸收 如果女生想吃 生的番茄沙律 吸收茄紅素 你會建議她們 不如嘗試煮熟會好一點 煮熟 或者你真的很想吃沙律 的時候 你就確保餡料有少少的腩油在裡面 或者放少少的牛油果 或者果仁 這些東西去幫助促進 因為這些維他米 這個抗氧化營素 是一個滋溶性的抗氧化營素 你要附著脂肪去 你純粹要減少一滴油都不吃 那就吸收不到其他營養素 其實也不會的 除非你說你真的很多東西都不吃 不然你的蛋黃裡面 本身都有自己天然的油份 你吃魚本身也會有一些魚油在裡面 你吃肉也會有少少的脂肪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你的飲食 只要不是太偏食 太粗 太粗在一邊的話 其實我覺得 是OK的 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看 不如另一組的家裡 飲食又如何 他們分別是 黃源欣Yancey 和陳凱瑩 Ember Hello 你們好 你好 我今天穿了一件黃色衣服 很鮮明 不知道你的晚餐會不會一樣 很多顏色很色彩 Hello Yancey Hello大家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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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要你大聲一點 因為聲音的方法 聽得很清楚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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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Hello 這是我今晚的晚餐 有些山菜 三星空 不好意思 Yancey 等一下 可能音量也要再大聲一點 會不會是有少少 microphone上面的問題 因為我們很 我講得這麼大聲 現在 好嗎 都比較小聲 是 OK 你手等了 可能我 不要緊 我們先和Ember聊聊天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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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到嗎 這個髮型和剛才Yancey的照片 裡面的髮型很像 真的因為是同一個人 是 不過我也想看看你眼前 就是你面前的晚餐 因為呢 都很吸引 看不清楚是誰 叫你介紹 好啊 因為今天是初一 我就是吃齋的 這個是 紅燒 不顧紅燒豆腐 這個是脆肉瓜 這個是雲耳精素雞 是 很豐富 這些東西 我發覺好像很豐富 而且我覺得挺有新意 一個比較中式的煮法 因為之前很多 例如女生都是沙律 或者很清蒸 那你對她這一碟菜 有什麼意見呢 我覺得相比之下很豐富 但是 但是要看看那個烹調的方法 會不會就是 因為是否你想問 有什麼 例如你想減 你現在的焦點是做什麼呢 你想增肌 減 還是水腫的問題 我覺得我主要是水腫的問題比較嚴重 因為我覺得 就算我瘦了下來 但是小腿仍然都是 有點粗 所以我最想解決的 身體保持健康的問題 就是小腿很粗 很想解決 好 但是 老實說一句 真的有時候小腿粗的情況 就真的 未必可以完全解決 OK 我想這些都可能是 一些 會不會是受到一些遺傳的因素 或者等等其他事情 那 所以 但Anyway 如果你說 整體水腫的問題 我們剛才也跟嘉莉說了很多次 就是吃東西不要那麼咸 那些 所以如果你說想看水腫的情況 你看看你這碟的東西 今天那個調味會不會下的味 會相對 是Amber 在這碟菜裡面 我這個出去買的 不是自己煮的 噢 出去買的 是啊 你又建不建議 設定來吃比較多外賣 外面的食物 如果你外面外賣的話 你 看看醬汁 那些調味 儘量叫它們小油 小油和鹽 如果你說水腫是鹽 你看看這些東西 會不會太濃味 會不會太多 那些 醬汁 鹽 或者味精之類 這些 的東西 是啊 那就是要留意這些 如果你關注是水腫的問題 不過就真的 小腿有時候真的 都很難完全解決得完 實說一句 好 不如我們看看Yance解決了 真是 Hello 大家好 現在聽到嗎 聽到了 很清楚 好 你好 你好 Sally 這是我的晚餐 有些生菜 灑雞胸肉 一隻蛋 還有一些蕃茄子 除了這個沙律 我平時都會吃半隻西柚 因為西柚其實都比較好營養 而且會幫助消化 和減肥 因為我也想吃得健康一點 是不是 西柚 我覺得很健康 這個 蛋白質 纖維 都很豐富 西柚 西柚也有些人會 吃飯前或後 吃西柚 聲稱幫助減肥 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減肥是熱量控制為主 但是 吃了一個水果 就會令你 填飽了胃 也有裡面的水分 因為西柚也有水分 幫助你 幫助你調節食肉 減低整體食的份量 也有幫助 有些人在正餐裡面 不會吃過量 去幫助減肥 這樣 有什麼問題想問Sally? 其實我一直都有看Sally 和鳳妍影的直播 所以我知道很多街裡 都有問關於水種 所以其實我本身的問題 都是問關於水種 有第二個問題 我發現其實 我的肚子比較脹 或者很容易脹 而且減不了肚子 下腹 我想問一下有什麼 可以吃到 去減肚子 沒那麼脹 你肚子脹的情況 你意思是很多氣的脹 還是你排便唱不唱順 是不是每天都定時排便 這些 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 會不會有很多氣 你吃完的東西 不是很多氣 有可能去不了洗手間 如果你說去洗手間 不是那麼暢順的情況下 你就要留意一下自己飲水 夠不夠 纖維 我覺得你應該夠了 今晚的晚餐廳 你的纖維也很好 你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 運動有沒有 腸臟的 愚動 這樣 我想主要是這些 你解決排便的情況 你的肚子 可能會覺得 舒服一點 還有就是 如果真的 下面 肚子 有少少脂肪 想去掉 你就真的要 飲食加 你的運動 尤其是運動 我覺得不可以 永遠只要專注 是吃 拼命去減食 而缺乏了運動 你一有進 就一定要有出 這樣去做一個平衡 要不然 過分去戒口的時候 我真的擔心 你們營養的均衡性 影響到貧血 那方面 最重要是 你平時有沒有吃飯的 你平時吃飯 吃五谷類 其實我本身很少吃飯的 不過我會吃點便分質 可能是番薯 或者麥皮 吃蠔麥 或者吃蠔麥 紅米 燥米 那些吃一點 都可能會幫助到你大便 因為裡面 其中一個叫做維他命B B1 有一個是 你也幫助到你排便 腸臟餘動的一個維他命 所以 你試一下 可能吃一點適量的 一些健康的五谷類 可能會幫助你排便 也沒定過 謝謝 謝謝 希望兩位佳麗都學到Sally 分享的心得 今天謝謝你們 準備了這麼多東西 跟我們分享 謝謝Yance 謝謝Ember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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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留言 看我們的網民 我們稍後再有機會 有更多的直播 和不同的活動 讓你們一起看 所以大家記得要 Stay tuned 留意著我們 今年港姐的所有 不同的網上活動 和直播 內容更加精彩 在這裏 和大家說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